周家有话说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 周家有话说这个栏目 我是主持人嘉远 中国有句老话 用来形容嫉妒心强 心胸狭窄的人 弃人有笑人无 顾名思义 这种人当看到别人 比自己强比自己好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 不是首先反思和检讨自己 提高自己并迎头赶上 而是嫉妒甚至谩骂 诋毁别人 而当他们看到别人 在某些方面不如自己 甚至有难处的时候 他们不是首先伸出援手 或者抱有同情心 而是幸灾乐祸 甚至落井下石 欺人有笑人无 是一种心理疾病 得治 而改正的方式 就是多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 用忌妒别人的时间 来努力提升自己 与此同时尽量帮助 比自己近况差的人 前些日子 台湾的立法院 因为在野党 国民党和民众党 联手强推所谓扩权法案 在遭到抵制后 蓝绿白三个党派的立委 在立法院内爆发质地冲突 场面混乱 并有人在冲突中受伤 这种冲突场面的视频 在微博和抖音 等中国社交媒体流传 并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 一位微博博主 用所谓群魔乱舞 来形容台湾立法院 出现的打斗场景 也有中国的网民认为 中国的居委会 都比台湾的立法会有规矩 甚至质疑这帮人 能否管理好台湾 看到这里 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 一句名言 一个跪久了的民族 连站起来都有恐高症 如此看来 中国一些网民 似乎已经习惯了 并接受了海峡这边 鸦雀无声的全过程民主 而对海峡那边的 群魔乱舞式的民主 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在这次的周佳友话说栏目里 我和周肖正教授 就来聊一聊 台湾的所谓喧闹民主 和中国大陆寂静的 全过程民主 哪种形式更能够代表民意 周教授 台湾自从解除党禁和报禁 走上民主之路之后 立法院里 时不时就会出现火爆的场面 首先想听听您 对这一现象 是什么样的看法 就是世界上民主国家 有好几十个 都有在于民主 得往前发展 也就是说 现在有好多民主 还不够成熟 台湾的大选 非常成功 或者说超过美国了 人家24小时结束 没有任何的 什么投选票 什么热闹 我觉得台湾的民主 在这个选举上 这个环节超过美国 但它也有问题 因为它有一个习惯 所以我们说 决定一个人的行为 主要是一个路径依赖 我们叫习惯 原来民进党 我就记得 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就发生过一些肢体冲突 这就是一个恶疾 恶疾他现在改没改 他改了 但是没有改干净 可是我们看 在台湾进行民主化之前 就是国民党一党独大 那个时候还有戒严 还有没有开放党禁和报禁的时候 好像他也有所谓的国大 还是什么的 你看不到这种现象 那就是国民党统领一切的时候 就有点像现在中国大陆 这个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所谓 不管是政协也好 是人大也好 你在这个会议期间 你是看不到这样的一种冲突的 一种意见表达的 那到底哪一个能够真正体现的 就是说的能够体现民意呢 就是能够代表民意 这是一个过程 就像他一个孩子 他从那个不会走到走 他就要跌交 你让孩子 大人让孩子走 在一撒手的时候 孩子就可能走两步 走三步就摔跤了 它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的 能够理解的一个自然的过程 台湾由一个专制独裁 变成民主 它这个过程 你像国民党说 他还是基本是没有什么民主 所以那时候就叫做 砍人头 变成了鼠人头 鼠人头的还得让没命的走 对我同意您的这个 台湾这个事呢 它就是一个过程 因为民进党他是学生 他也是学生年轻人 就相当于35年以前 我们中国的八九六四 这不也是吗 一开始学生也是很有理性的 但是后来就出了一些爵士团 这就造成了 让他们撤 他们就不撤 所以就造成了戒严 戒严之后小平就超家伙 小平就是野蛮到几点 当时学生对于邓小平超家伙 认识不足 这就是一个代价 对我同意您的这个看法 就是这个民主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它这个文明程度 你比如说像美国 已经有实现了上百年的 这个民主议会的过程了 其实它在初期在早期 它也国会两党和不同势力阶层 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也出现过暴力的场面 我看有些史料说 当初这种不同代表 不同阶层的这些代表 在国会辩论的时候 甚至有人拿出枪相像 就是这样的一种暴力过程 但是在逐渐的这种演变过程中 大家学会了怎样文明 这种相互协商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演变到现在 虽然它那个国会里 也能够看到两党 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你看不到 像台湾现在国会里 出现在这种打斗的这种现象了 所以我同意您的看法 就是说它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 就像孩子从小长到大 他从一开始这种不懂事 到慢慢懂事 到最后能够接受这种文明行为的这种模式 它是确实需要一个过程 对吧 中共国它是一个独裁专制或者叫专政的一个国体 它跟这个民主应该说暂时还不搭界 而且中共就骗人 它骗人搭界 但是你跟你说一下话 它看它是全过程的还民主 就相当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呢 我们就是大民主 叫大明大放大自报大别论 那时候毛泽东一想你们都民主 我比你民主还厉害 我叫大民主 因为在美国你要想发表文章 我说你办出版社报纸 还得有一个审批手续 毛泽东当时就说了 我觉得四大嘛 大民大放 大自报大别论嘛 叫四大 它叫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这就是正义就可以骗人 但是你在文革的时候 你去天大的旺 你要敢揭露 比如说毛泽东的事情 你就没了 他不是说 不是说给你在议会上 给你所谓权者相加 这就是关键 就是大明大放大自报大辩论 它看似好像是很民主 让你发表你的观点 但是前提就是你不能反对我 对吧 就是你可以反对我的敌人 但是没问题 其实他是在利用 所谓的这种民主形式 来打击他的政治对手 对 你说的太对了 他就是一种 防卫斗争 或者叫政治斗争 他们的逻辑 就是负责手段 如果你要批评 比如当时文革的时候 我们有人就批评毛泽东 你说我举个例子 当时我们比我大六岁的一个 叫玉罗克 那是一个 我们那个年代里 最先进的一个理论家 先驱 他就批判这个 唯成分论 或者叫出身论 最后就给他枪毙了 找一个借口 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 就把他给干掉了 当时在文革的时候 干掉这种追求真理的人 不少呢 你像我们知道的 一个张志欣 而且人家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只不过对于 当时的党的副主席 国家对于刘少奇 写的那篇文章 论共产党的修养 他学的挺好 他就给刘少奇 说了几句公道话 那不最后就给他枪毙 枪毙之前还得给他隔口馆 为什么怕他叫唬呀 怕他喊 牵毙他之前到刑场 他喊 高级万岁 高级万岁 这不很尴尬吗 所以当时毛泽东的侄子 当时辽宁省委的书记 这个 毛远新 毛远新 就听了一个外科大夫的建议 说怎么能让被枪毙的人 他不发声 这个外科大夫就跟毛远新说 隔口馆 很惨人 就把他再拉到刑场 相比之前 把他口馆给隔了 隔口馆人不止他一个 当时的一个不完全统一 全中国好几四十多个 但还有那个 比这个更早一点的林昭 也是这样 也是提出不同的意见 还有当初 林昭的 他出面的是他那个 林昭 就写出了好多的情话 最后呢 把他枪毙之前 之后 还跟他要 找他的母亲 去要五分钱子弹配 这一个恶招 是震惊世界 对 全世界好像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的 你像你把人家女儿给杀了 你还过些日子 你还找人家母亲 去羞辱他母亲 打砸你女儿的五分钱子弹配 我让你林昭的母亲 你给我掏 就这种是穷凶极恶的事 唯一所思 中国哪来的民主 中国 中国就赤裸裸的 我就给你肉体消灭 肉体消灭之前 我就谎话说三遍 就是真理 用中国的话 就是我给你洗脑 但是他自己认为 对 但是他自己 看不到自己身上的 所谓在一个民主过程中的 这种缺陷吧 但是他反而说 自己的民主 是比较先进的 是全过程的民主 就是全过程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 他认为都是民主的 但是问题是你自己说不行 首先得由自己本国的民众认可 其次就是被全世界大多数的民主国家认可 但是我相信世界大多数的民主国家在比较两边两岸的民主形式来讲 我想绝大多数都是对台湾的民主予以肯定和认可的 就你说的就是要基本的一个求真不实 用人民大学的孝顺 就实实求是 不管他是有缺陷也好 有瑕疵也好 他是在民主的基本框架里头进行的 就像一个 我经常用这种民主体制 就像用足球来跟这个体制做比较 也就是说什么是足球 足球全世界有不同的踢法 比如说有欧洲风格的 欧洲他有分南欧 德国有英国 北欧 他有南美风格的 还有亚洲风格的 但是不管是什么风格 首先他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就是说足球你不能上手 去用手处这个球 你用手他就是犯规了 那民主也是 不管你用什么样形式的民主 比如像美国式的民主 就是选举的时候 他也是每个人都可以投票 但是你的票不一定能够反映到 就是你所在的州 最后你希望获胜的获选人 能够获得赢得总统选举 他是一个选举人制度的 这是一个特殊性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有选票 每个人都有选票 去选自己能够认可的这种候选人 台湾是全民选举 就是一人一票 他真是计算 就台湾2300万人 如果有1000万人 能够合法地去投票的话 他真是一张票一张票 这么算出来的 他这样的话 他就是你不能说这种形式 他是比你的所谓全过程民主还不如 我觉得他一定是强于全过程民主 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 中国大陆的这种所谓选民的话 您在中国大陆生活几十年 您选举过几次 您对您的认可的候选人 你有没有选举的机会 反正我是没有 中国的选举 就是赤裸裸的假选举 对中国人一般来讲 不去参加 有的时候你还不参加还不行 就是所谓的 我就不去 或者是他给你指定一个候选人 然后你没有其他选择 你只能选他 你只要投票 对中国选举的三级选举 我们参加过最低的选举 就是在城市 就是所谓街道 街道上就是区 也不是我们家原来在宣伍区 好来宣伍区聚销了 变成西城区 由西城区选了人家代表 接着再选北京市 北京市代表再选全国人家代表 到全国人家代表了 根本就没有候选人 你说这人哪来的 候选人都没有 是他们定的 最开始定的是 你是区 比如说宣伍区选举 还有一个一张票 我有参加过一次 就是在八十年代初 那是叫选举 所以我们宣伍区和这个 又做完个街道 那街道里都有选举人 你还能知道 他还跟你见面呢 你可以见你 说我要选的这个候选人 什么模样 什么观点 还有假不假事的 还跟你见面 后来这个也没有了 所以说要说 这基层的选举没有 最高次的选举 比如说党子二十大 他们要选比如说中央委员 或者是中央政治委员 或者常委 没有这形式了 包括人大也一样 全国人大选人大代表 最后修改性法的时候 人家习近平让一帮 长得高高大大的 所谓宜仗队 蹲着刺刀进来 围着这个 围着这个 人大大队转一圈 我先吓唬你 我四招我都亮出来了 哪有什么选举 开玩笑 所以中国大陆这一选举 没理他们 所以说 你跟他们加三个工夫 虽然他在这个形式上 很多人认为 中国大陆现在实行的是 所谓假民主 但是至少有一点 你必须肯定的 他并不排除民主这个概念 不光是现在的政府 就包括在毛泽东的时候 早期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 他也是推崇民主的 而且是极力推崇民主 甚至批评当时老蒋的 这种所谓独裁 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 一个主义 他所批评的 而且恰恰是现在他所认同的 或者是在执行的 所以这个过程 你说是不是 他批评也是假批评 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伪的 伪的就是假的 虚假的 中国哪有民主 所以你在中国 你跟人家谈民主 人家中国的老百姓 一笑不可以谈 甚至不敢谈了 他就在那边 他跟你家谈 那边他就得 极端 绝对 所以我们是大民主 我们叫全过程民主 人家边都不站 所以在中国老百姓 不是有一下 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基本国情 就是躺平 我不要说你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人家怎么结婚我都不接 生孩子我都不生 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个仨字 就是一个是躺平 一个是润 润就是原来叫非法偷渡 现在叫润 润就是走 离开 哪跑上哪去 就是惹不起 躲得起 用脚投票 用脚投票 对 对 这句话说的好 用脚投 用手投不了 那就用脚投 还有最近在金融市场上 人家说我用那个叫做什么 钱投票 或者是股票的这个形式来投票 就是很多的情况 你虽然国家政府公布了很多利好的消息 按理说正常情况下 在正常的国家里头 他这个股市应该是上扬的 下下相反 中国公布了所谓GDP 经济增长5%以上 好像达到目标了 结果刚说完 那股市应声下跌 这就是大家在用股票 在投票 在表达一种态度 这就是信用破产 就是你骗人 你骗人一次 骗人两次 现在没人信你 因为货币的本质 就是你得有信用 所以有一个 有一词 我再开始 在上中学的时候 我就问我的舅舅 我舅舅呢 他是这个长春一气 总经济师 或者叫总会计师 长春一气 154年 全国人民4亿5千万 每人超一块钱 所以长春第一气热道场 当时他们4亿5千万人 超了4亿5千万元人力 办的长春第一气热道场 是中国的大国企 数一 绝对冠军 当然有厂长 有总党委书记 还有一个总经济师 和一个总工程师 但是我的舅舅 就是长春一气的 总经济师 或者叫会计师 他手下有几个 后来当了班的人 比如他手下 他是总厂 他手下有个动力分厂 动力分厂有两个技术员 一个技术员就是江泽民 一个技术员就是李兰青 他们这两个 后来都是高官了 当时就是我在 五四年的时候 我舅舅的手下 我舅舅是总厂的 总经济师 总会计师 舅舅跟我说 我就问他 我说您是经济 我也没 但是没任何学生 我也不懂经济 他说讲的非常棒 就是信用膨胀 就是说搞经济 搞货币 就是有信用 信用有链桥 而且信用你不能膨胀 现在中国的信用 膨胀了一百多倍 不止一百多倍了 没有人信了 没有人信了怎么办 我就谎话说三遍 你说三十遍 你说三百倍 没人信 人家已经信用破产了 所以前几年 人家美国有一个词 叫破了产的极权主义 现在美国有一个词 说你不是中国 你是中共国 现在中国已经到这份 清零 封城 三年我们这老大 这么一胡折腾 中国的经历一落千丈 但现在人家 中共呢 就是我字里跟你说下话 所以有一个王硕 是一个才子 他有一句话 叫我流氓我怕谁 人家说你是流氓 他说我就是流氓 我就是流氓我怕谁 就是一种无赖 所以我被什么叫四方八无呢 就是无赖 到了无赖的程度了 所以中国哪来的民主 所以在中国你看民主 很多中国人都不理你 那你干嘛 哪有什么全国人民主 哪有什么所谓的信用 没有信用了 所以中国人就是仨字 一个是躺平 一个是坠 好像看到一个媒体采访 原来中国赵紫阳智囊团里边 那有一个学者 叫吴国光 他好像说过一句话 当时赵紫阳 他们在推动 作为党内民主 这些政治改革的时候 就讲过 就是说 我们总说西方的民主是假的 但是人家这个假民主 弄得跟真的似的 但是我们总宣扬 自己的民主是真的 但是我们的所谓真民主 就像假的一样 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其实赵紫阳说话 还是蛮一针见血的 赵紫阳就是 我们前几天开这个 胡赵基金会 胡就是胡耀邦 他已经逝世35年了 胡赵基金会 当时给总结的 胡耀邦就是四个字 就是实事求是 如果再给他加四个字 他就是两个不管 他就是我不管 这个冤阳错案是谁定的 是什么机构定的 什么人定的 都要实事求是地改认过来 这胡耀邦的贡献 或者他的作用 超过林肯 你林肯你解放 配东西解放多少 当时胡耀邦 在这个 斯仁芳倒以后 毛泽东死以后 他平稳要算 设计个人口是1.6个亿 至少是1.6个亿 人家赵紫阳刚有意思 赵紫阳就是说 他这一辈子干两件事 就是俩都是松绑 因为工人会做工 农民会用力 商人会赚钱 你别把手脚绑住 所以松绑就是自由的 所谓市场 我记得我们两个 之前做的节目里头 其中有一期谈到 就是以常识来判断真假 或者是一个事情的真实 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 谈论那个题目 就是民主这个话题 大陆的这些网民 嘲笑 甚至看不上台湾的这种 所谓争吵是热闹是打斗式的 这种民主 可是你看看中国每年开的两会 按理说两会的代表 他是应该每年集中在一个时间 集中在一个地方 去反映民意也好 或者讨论国家大事也好 他是应该有一个讨论的过程 但是这种讨论的过程 应该是公诸于众的 或者是说采访两会的记者 是应该有权 或者是有机会 能够听取这些代表的意见 你看每一次代表 见到这个媒体 尤其是境外的媒体 他躲着走 他不想说 他不敢说 甚至 这就是非常奇怪的一种现象 就从这么一个常识性的现象 你能够判断出来 到底海峡两边 哪个是真民主 哪个是假民主 这你说的太对了 你像中国在党的战复大会 或者人民战复大会上 说你们同意不同意举手 完了主持会人假不假事 他放回头往后看 就一直通过 对 他先看 提出一个提议来 就是有没有反对的 当着这个上万人的这个会场 他就这边一个区域 就是有没有 就是没有 没有 完了通过 它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吧 就是明目张胆的 进行有组织 大多么有组织 超级大诈骗 为什么现在中国老百姓 躺平和论 就这仨字 不理你们 理你们干嘛呀 跟你们闹什么玩呢 你还投票 投什么票啊 你胡锦涛 我来讲 你胡锦涛十年的国家主席 总书记八年的军元主席 那不是二十大 你想看看 放在他身边的 他面前的这个文件夹的 同色夹的 这边栗战书 不是他 人家委员上 栗战书 那边是习近平 不是他 不让他干 然后来两人 从他后头 他嫁离 你说到这块 你好意思说民主吗 所以我也是觉得太荒唐了 所以为什么叫四荒八五 荒唐荒在 荒谬荒无 中国哪来的民主 你还嘲笑人家台湾 台湾民主 应该说有一个城市的过程 对 这个过程也很重要 他必然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就像一个孩童 你从一开始不会说话 你饿了怎么办 你就是哭闹嘛 对吧 你通过哭闹 然后引起家长的注意 然后一看拉了撒了 或者是要饿了 你就去喂他 然后到稍微大一点 能够说话的时候 但是说不全 但是他也是经过一种闹的方式 来求得大人的这种关注 或者是想达到某些目的 当他再大的时候 懂事了以后 他就知道怎样用语言 用他的行为 去表达他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台湾可能还处在这么一个 初期的一个阶段 他慢慢慢慢的 也许过一段时间 他就知道什么样的方式 是一种更文明处事的方式了 这个不需要我们没有民主的人 来给他指点点 他有一个过程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我个人 你说太多了 你想台湾选他的总统 中华民国的总统和郭总统 这个选举的过程超过了美间合众国 美间合众国选总统 他不就出现问题吗 所以在这一点上 中华民国台湾选举的水平 他超过美国了 美国是最大的一个巴黎八大国家 而且是民主的灯塔 但是即使台湾在选举上 24小时结束 没有出现任何的披露 可是他在国会上 他的立法 立法委员有一些争论 或者有一些接触 那就是一个 等于说那是一个支柳 或者一个瑕疵 总体来讲 我觉得中华民国的民主 不次于美国 至少跟这些抓紮的民主国家 都是差不多的 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国家拿着民主 你像普京他当了24年 那种民主了 他选嘛 选你那不开玩笑吗 逗你玩 这么点不叫 中国的相声演员马三立的 逗你玩 你想瑕疵斯怎么能有民主呢 有几个人的选票 可能接近他了 这里给他爱杀了 对 我看网上有一种说法 当时蒋经国传说 他有说到那么一种话 他说我要用所谓专制的手段 来结束专制 实行民主 那么如果套用这个逻辑的话 好像就是在俄罗斯发生的 就是说俄罗斯的普京 正在用一种所谓民主的手段 来达到专制的目的 他是看似民主 但是他把所有的 能够跟他有竞争的这种政治对手 全部干掉 然后就好像是 你看我也让你去选了 但是其他的那几个 所谓能够投票 或者能够跟他有搞竞争的 这几个对手的话 基本上远远不如他了 但是能跟他有不相上下的对手 已经被他干掉了 你说的非常对 你现在有互联网 中国就是风朗 删帖 但是你不要说你民主 你选票 你就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和自由民主的前提 就是知情同意 知情权 那就是那个时期大 胡云涛总书记讲的 你得有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建筑权 首先就是知情 你得让你知道 中国能让你知道吗 你不是林彪都死了53年了 那时候林彪怎么是的呀 那些党案他公布吗 保密 而且中共党党 党员在入党的时候 我要保守党的秘密 你为什么保守党的秘密 那不就是四个字吗 做得心虚 所以说人家 二三十年以前 人家前苏联的那个总统 个儿八脚步 人家一上台就搞了三个字 叫公开化 你敢公开吗 好事不被人 被人不好事 就是这个老百姓的一个话 那你说人家台湾 人家有这个立法委员 有这个会 人家有在这个立法会上 有人吵架 或者说有一些所谓肢体 在冲锁 这不是好事吗 你说胆友吗 就想胡锦涛当了八十岁的高龄 他想看看他那个 前面那个文件夹子 这不是两个人 那不是历战书 他手不让他看 那不是一名不让他手 不让他看 那我就问你 胡锦涛他想不想看 他当然想看了 最后马上 人家习放第一个眼色 就掉了两个所谓的特勤 不就把他掺 就架走了吗 你看中国有民主 那不开玩笑吗 所以为什么中国老百姓 你跟老百姓谈民主 老百姓就说你有病了 咱们谈点别的行政 你刚才提到这个知情权 确实是这样 就是每个国家 可能在特定的一个时期内 它会有一些国家机密 秘密 不能够对外公开 但是任何一个这种史料也好 它都有一个保密期 你过了这个保密期 通常一般都是50年左右 它就应该解密了 对吧 已经过了这个事情了 你包括中国很多现在学者 研究所谓韩战 就是中国说的汉美元朝 很多的资料 都是从苏联档案馆那边 或者俄罗斯档案馆来拿到的 为什么呢 这个已经过了50年了 就俄罗斯那边已经解密了 但是中国这边还没有 中国没有50年解密的一种概念 林彪事件已经超过了这么多年了 53年 他永远不解密 所以你倒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但是其他一些国家 俄罗斯不能算是一个全民主国家 但是他已经解密了 但是这次普京来 据说双方还签订了一个协议 就是双方在档案上 档案问题上加强合作 很多人就开始担心 是不是现在俄罗斯 应中方的这种要求 不再向学者或者是一些研究机构 提供关于尤其是中俄方面 中苏方面的这种比较敏感的这种档案资料 也就是说怕中国说 我可以限制我们这些信息 向外边流出来 可是他没有办法管理俄罗斯那边 但是现在双方一合作 他就告诉你哪些东西 你不能够向外界透露 那俄罗斯那边就得配合呀 使得很多人担心这样的话的对这个历史研究 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困难 对人家苏联 那个二十多年以前苏联解体中欧巨变的时候 当时苏联的老大 格尔巴乔武 还有当时的俄罗斯的叶利辛 人家两个人把前苏联的那个卡丁森林 那个案件 解密了 对啊 震惊全世界 是 他们杀了两万多个波兰的军官和波兰的知识粉丝 对 这完全就是苏联的格尔伯干的事 但是这个档案是让格尔巴乔夫 跟当时的叶利辛给解密了 中国这种丑闻有的是敢解密吗 你不是53年以前的林彪 你把这些档案解禁解禁 所以说呢 从这点来看 这两边 海峡两岸 一个是喧闹的民主 一个是寂静的民主 比较一下两边的民主 大家都明白了 哪一个是真民主 哪一个是所谓假民主 说你说那时候的民主是多少的问题 说共产党的民主是有无的问题